一条恶龙正在疯狂进攻几个小孩 但他们的家长却站在一旁围观 只因他们是围经族 这里的人生来勇敢 强壮 固执 在这里最大的威胁就是龙 而屠龙就要从娃娃抓起 孩子们从小就要熟知龙的习性 攻击技能 以及如何化解躲避 作为组长儿子的小格格 一直以来因为身材瘦小的缘故 被明令禁止参与一切屠龙训练 村长乃至组长父亲 都对小格格形成刻板印象 胆小 懦弱 所以从不对其为以重任 只是教他一些简单的工具修补工作 就在一天前 村子再次被恶龙席卷 强盗式地掠夺了村庄里不少食物 小格格妄图改变大家对他的刻板印象 于是趁乱参加了此次战斗 架起弹射石弩 瞄准 发射 一气呵成 竟然真的让小格格击中了一条 名为叶煞的龙 就在小格格准备享受族人赞美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一头巨大的喷火龙居然偷袭了落单的小格格 一顿逃窜后 还是由父亲大写神威制裁了喷火龙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因为火塔倒塌 也让小格格间接给村庄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暴怒之下的父亲再一次警告小格格 不许参加任何屠龙战斗 夜里 小格格为了证明自己 确实击中了一只夜煞 便独自潜入乌鸦岭 寻找被击落的那头夜煞 跟着记忆的方向在寻找一夜后 终于在一处森林里找到了那头夜煞 夜煞被绳子束缚着不能动弹 小格格举起匕首 现在无疑是屠龙的最好时机 夜煞心死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但犹豫许久后 小格格还是放弃了屠龙 他还解开了夜煞身上的绳子 怎料解开束缚的夜煞 一个反扑便把小格格按到了地上 张开大嘴朝着小格格怒吼 就在小格格以为自己命不久已时 夜煞竟然跌跌撞撞地飞走了 与此同时 父亲通过与好友葛伯交流 发觉自己教育小格格的方式确实不对 于是最终同意了小格格和正常小孩一样 参加屠龙训练营 所以便出现了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 在葛伯的训练营里 注重的是实践 开局就会直接送上会喷火球的龙 第一次参加训练营的几人 不出意外地全部落败 从未训练过的小格格 居然连盾牌都拿不稳 被火龙压在墙角 就在火龙要喷出最后一个火球时 葛伯要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提起龙的脑袋 火球射片救下了小格格 并讲出了这节课的重点知识 这不禁让小格格想起了那条 被自己放走的夜莎 下课后 小格格急忙赶赴乌鸦领 一番寻找 终于在一处小山谷再次看到了那条受伤的夜莎 由于尾翼的缺失 导致夜莎居然无法飞出浅浅的山谷 小格格看着警惕性极强的夜莎 尝试性地喂给他一条鱼 在卸下所有力气后 夜莎的眼睛也逐渐变得柔和起来 甚至在一口吞掉那条鱼后 居然还贴心地吐出来半条 在夜莎的注视下 小格格只能将混着夜莎口水的半条鱼给吃下 经过一夜的相处后 一龙一人的关系变得亲近许多 小格格还给夜莎起了个名字 叫乌鸦仔 一番嬉戏打闹后 小格格试探性地伸出右手 想要抚摸乌鸦仔 在看出小格格的紧张后 乌鸦仔把自己巨大的头颅 几次摸到龙 并且还是令族人们闻风丧胆的夜莎 不能飞翔的龙就只能等待死亡 小格格吃巨子 连夜为乌鸦仔打造了一条木质尾巴 虽然有点不尽如人意 但勉勉强强还是可以使用 日子一天天过去 通过和乌鸦仔的相处 小格格也渐渐了解了龙的各种习性 这些实践知识 使小格格在训练场上进步飞快 由于在训练场上的优异表现 小格格获得了最优秀学员的称号 这让小伙伴亚思翠有些纳闷 这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于是下课后 亚思翠居然偷偷跟踪小格格 进入到夜莎藏身的小山谷 小格格发现亚思翠后 心慌又紧张 更让亚思翠确定这里有鬼 两人推推嗓嗓间 小格格摔倒了 护短的乌鸦仔 直接从远处冲过来扑倒亚思翠 小格格赶忙制止了乌鸦仔的攻击行为 夜莎满脸戒备 亚思翠也不愿听小格格的解释 为了让亚思翠不去通风报信 小格格带着他骑到了夜莎的背上 就这样乌鸦仔带着两人 体验了一把过山车的感觉 上天入地穿梭在云间 直到亚思翠尖叫着道歉才肯罢休 在乌鸦仔平稳飞行后 亚思翠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色 他还轻轻地搂住了小格格的腰 就在一切静好的时候 乌鸦仔却突然直线下坠 诸位也出现了成群结队的龙 这些龙提着猎物多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乌鸦仔也像是受到某种召唤 不愿离开 很快 乌鸦仔就跟随部队 飞到了一处交湿恒生的海域 成千上万的龙都待在这里 这就是维京族人世世代代寻找的龙区 只见所有的龙把带来的食物 都丢进一片红色的迷雾里 只是迷雾挡住了洞口 看不清下面到底有什么 直到一只胖胖的喷火龙 贡献出小鱼仔后 他竟然直接将喷火龙一口吞下 其他龙看了瑟瑟发抖 小哥哥和亚斯翠这才看清 这是一头巨大无比的龙 小哥哥当即让乌鸦仔带着他们离开 不过此时 巨龙以及凭借着出色的嗅觉 发现了两人的存在 张着大嘴就扑了过来 乌鸦仔凭借小巧的体型成功躲避 加上受尖的一众小龙乱飞打掩护 两人成功逃脱 经历生死后 亚斯翠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小哥哥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第二天是训练营毕业的一天 小哥哥作为最优秀学员 需要他亲手屠杀一条龙 所有族人都为他而欢呼 作为族长的父亲也非常自豪和欣慰 只见牢笼的门缓缓打开 是一头会自然的火龙 航大的身躯和小哥哥的瘦弱 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就在大家斗志昂扬 等待小哥哥屠龙的时候 小哥哥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就像第一次见到夜煞的时候一样 卸掉盔甲和武器 发自内心的真诚看着这条龙 然后伸出自己的右手 准备触碰龙头 担心儿子安威的父亲一声怒吼 火龙受到刺激 当即喷出一道烈焰 对小哥哥进行追赶 另一边 乌鸦仔感应到了主人有危险 即便不能独自使用尾翼 乌鸦仔也用尽全力 向着训练场的方向飞去 另一边 亚斯碎克组长也用最快的速度穿过人群 进到训练场营救小哥哥 一番缠斗后 为了不殃及父亲二人 小哥哥调转方向 最终被火龙暗倒在地 正当火龙要喷火时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黑色的身影冲了进来 成功挡下这一攻击 两只龙缠斗在一起 一片烟雾缭绕 最终火龙落败 逃进了牢笼 与此同时 认识叶煞的族人也疯狂地涌了过来 乌鸦仔懂得擒贼先骑王的道理 率先将族长压倒在地 就在乌鸦仔要继续攻击族长的时候 小哥哥制止了他 不过因为这样 几个强壮的族人成功将乌鸦仔逮捕 而小哥哥此番行为 无疑让族长父亲又一次失望了 小哥哥极力地解释着 乌鸦仔不会伤害人 龙也是有善良温顺的一面 同时 无意间说漏了乌鸦仔可以找的龙血 但是小哥哥这番极力地劝阻 却让父子俩彻底产生隔阂 维京人祖祖辈辈的任务 就是找到龙血并捣毁 族长当机立断 组织了部落里所有的战斗力 绑着乌鸦仔浩浩荡荡地就出发了 小哥哥很迷茫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 经过亚斯翠细心开导 这才让小哥哥彻底敞开心扉 他不想屠龙 是因为他在龙的眼睛里 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害怕和恐惧 人害怕龙 同样的 龙也害怕人 有了亚斯翠的鼓励 两人决定做点疯狂的事 他们召集了训练营的小伙伴们 放出了当日把小哥哥 免得上蹿下跳的火龙 这次没有外界干扰 小哥哥轻而易举地抚摸到了他的头 并牵起伙伴的手也放了上去 另一边 组长带领大家根据乌鸦仔的指引 到达了龙穴 靠岸后排兵布阵制作陷阱 大手一挥 十几架重型石弩 瞄准同一块山体进行精准打击 很快山体就破了一个口子 组长率先登上去 洞口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就指挥部下用石弩丢了一个火焰球过来 照亮洞内后看到红红绿绿密密麻麻的龙攀附在墙壁上 组长一声令下 组人向洞里进攻 不过龙却像逃逸似的往外飞 一会儿就都飞光了 没有想象中的恶战 就在大家庆祝呐喊此次战斗圆满胜利的时候 乌鸦仔突然开始疯狂挣扎 露出害怕的表情 这时组长身后的洞穴里也发出了异样的声音 一声怒吼 响彻云霄 巨龙摧枯拉朽的力量直接推开山体缓缓现身 队列掩护族人安全撤退 组长和葛伯决定留下吸引巨龙注意力 就在巨龙要吞下葛伯的时候 巨龙的后边出现了一团红色的火焰 击中了巨龙的头部 新兵训练营的毕业生们 组成的支援小队赶到了 他们每人骑着一头龙 有的做战术分析 有的进行盲点攻击 小哥哥则去解救乌鸦仔 不过小哥哥还没来得及解开乌鸦仔的铁链 巨龙无意间的一个扫尾 就把船只和他们一同推入到水底 在水里解开枷锁更为困难 很快小哥哥就因为缺氧昏迷 就在这时 一双强有力的大手 将小哥哥给救了起来 是父亲 父亲把小哥哥丢上岸后 立即扭头跳入水里 去解开乌鸦仔的束缚 退去束缚的乌鸦仔 一个蓄力跳到了岸上 父亲对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盗窃 至此父子俩的隔阂彻底消失 小哥哥和乌鸦仔加入战斗后 凭借灵活的身法 让巨龙屡屡吃亏 巨龙在连续遭受了几次攻击后 不甘示弱向周围胡乱发射火焰 一不小心 乌鸦仔的木质尾巴着火了 时间有限 一旦尾巴燃烧殆尽 后果将不堪射想 只能采取极端的战术 小哥哥驱使着乌鸦仔直线向下飞行 就在巨龙准备释放火焰攻击时 乌鸦仔猛一个回头 率先发射一团火焰 进入到巨龙的嘴巴里 两团火焰相互撞击后 巨龙净直栽倒在地 炸出一朵蘑菇云 爆炸的瞬间 小哥哥和乌鸦仔奋力向上飞去 由于尾巴的不完整 导致飞行速度下降 小哥哥又被巨龙的尾巴扫到 从乌鸦仔的背上掉落下来 乌鸦仔毫不犹豫地直接冲向火海 战斗结束后 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否幸存 直至火焰完全熄灭 族长父亲带领族人进行搜寻 看到了奄奄一息的乌鸦仔 他的怀里正是昏迷的小哥哥 父亲快速地跑过去抱歉小哥哥 在感受到那一丝丝生命力后 终于喜极而泣 族人都为乌鸦仔呐喊 族长也从心底接受了乌鸦仔 不知过了多久 小哥哥终于清醒 虽然失去了小腿 但是却收获了爱情和族人的肯定 以及维京人与龙和平共处的 一片繁荣景象